需要判断的姓名不用 一般就是后面这三个 所以这个是TST02 03 04 那需要判断三个储存格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三个分别判断 这个地方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这个地方是先判断有没有输入 再来就是判断什么 判断TST02 有没有输入那个正确的范围资料 那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TST02 03 04 那因为你必须要分别判断 所以你做完02判断之后 复制贴到底下 改03 改04 那里面的程式码都一样 所以我们来直接来看一下 Ctrl C以下 这个是If End If 贴到哪里呢 贴到程式的这个下面 贴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If什么呢 如果他的那个输入的值 大于100 不对了 所以我们要判断是错误的 如果他大于100 O 或者是什么 小于0的话 负的那也不对 所以这两种状况都不能发生 Zen做什么呢 给他一个警告 请输入 0到100之间的数字 那做什么呢 比较合理的是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因为毕竟他输入错误了嘛 那你就需要什么 帮他清空 清空完之后呢 比较合理的应该什么 把游标放在上面 诶 游标怎么放在上面 强制哦 特别是哦 你可以TSD02 点什么 Set Set the focus 就是我把滑鼠的游标 再帮你放回去 然后呢 跳离 这样的话就完成 特别是要这个地方 这一段的程式 主要就是判断 他是不是在 就是不是0到100之间的话 他就会做出这样的处置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执行给一位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CCC好了 然后他这边的话输入120 那我按一下新增的时候 他除了会判断是不是空的 但里面其他你可能都填资料 那都填资料的话 第一关就过了 再来就第二关 第二关呢 他会先检查这个 是不是说在0到100之间 不是的话呢 他会把它清空 游标呢 也停在这边 假设我游标放这边好了 那我按一下新增 会不会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呢 新增 有没有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第一个Matchbox出来了 按确定之后会怎么样 再来就是把它清空 并且游标放上去 有没有 清空游标放上去 好 那再来其他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02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复制贴03 再来就04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有三个储存格 三个格子 所以我们做等于是会有三次的判断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办法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再简化了 因为必须要个别的去做判断 所以把这两个复制 然后一样贴到这边来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0到100之间了 OK 那刚刚还有同学 提的蛮好的问题 就是说 执行之后 他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输入的是A的话呢 那这个又要用其他方法去做判断 这个判断的方法因为比较难 所以我想之后有机会再来讲好了 因为这部分的话就牵涉到说 你怎么确定说他输入了是不是数字 就必须用那个ASC ASCII那个函数去判断 他是不是在0到9之间 如果是的话那就往下 如果不是的话就删掉 再重新输入啦 OK 这个我想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找一下 那个函数是 ASC吧 ASC ASCII ASCII code 其实他全称是ASCII啦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找一下ASCII 这个ASC这个函数 OK 好 那我想因为 这个后面可能还可以再衍生很多啦 所以我大概先讲到这边 可以 各位可以把这个表单部分试试看 那 后面的话 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 其他这个都有了 还有最后有一个 如何 这打错了 按一下那个Enter 这个也是上个礼拜同学问的问题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